各位好,我是何君堯 最近有新聞報道 有些人藉著搞藝術的項目 去推動一些影響國家安全 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說打壓了他們這一方面的言論自由 藝術自由,文化自由等等 我覺得這是必須要澄清的論述 第一就是在《國家安全法》 2020年6月30日通過之後 特別有一條勾結外國勢力 或者境外的勢力 通過本地的代理人去教唆他 或者提供金錢上的協助 來做任何的宣傳 來構成市民對中央人民政府 或者是特區政府的仇恨 這條條例也是在2020年6月30日生效 所以基本上我們香港是一個依法辦事的地方 以前來說 香港在這方面不是沒有法例 例如我們有傳統的刑事罪行條例的教唆罪 以及以前也聽過 哪個人在搞搞鎮 針對英女王 或者是港督 香港政府一樣都是受制 這條條例是在鄉外存在 只不過英國人臨走之前 在九十年代初 是頒布了多條條例 叫做人權法案 人權條例 叫做在言論自由的框架下面 可以有凌駕性 所以其他的法例被他矮化了 這個是我們也看得到 由九七年到二零一九年裡 香港無日無知的每日大小的示威事情 都已經很多宗 也都是在正常一般來說 正常和平 還有市民宣洩 有一些內心的不高興 那個是循正常合法渠道裏面做 譬如好像申請這個集會 而港督的時候也都是有一個合法合理的訴求 並不是有煽動性 以於完全是可行的 但是一旦有煽動性的話 那變了就是會有問題出現了 那在二零一九年之前 因為有一條人權法案在這裏 就壓抑了對社會保持安寧的那個條例 但是現在我們已經從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號撥亂反正 港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出台之後 特別說明了外國勢力 不能夠在香港繞繞 也都不能夠通過他們在海外裡面遙控 來去拆動在境內收購 或者是聘用任何人來做他們代理人 而講出任何的東西是非法 亦都是不真確 而導致是有這個煽動的人心 反對這個中央人民政府和特區政府 所以我們必須要澄清就是說 藝術並不是大勢 言論也都並不是一個自由 是沒有一個上限 任何國家無論是歐美都好 大家都是法律基礎一樣 現在我們看到英國就住反恐的立場裡面 更加是嚴控了人民的民權 又是甚麼一回事呢 所以大家要看清楚實際上社會的發展路向 還有在海外的人士 有沒有一個叫做別有用心 可能會影響我們自己香港社會的穩定繁榮 如果有這種情況出現 我不覺得境外人士 或者一些以文化藝術為自居 是可以凌駕在法律之上的